鲸鱼堪称是海底通讯的第一品牌 随便讲点什么话就能传到一公里之外 有科学家因此在鲸鱼身上装了窃听器材 想跟个风听听看 这些海下广播电台平时到底都在说些什么话 结果科学家意外发现 在和小鲸鱼说话时 本来大嗓们的鲸鱼妈妈会特别压低音量 收听范围一下子缩小到只剩下100米 简直像跟小鲸鱼咬耳朵一样 科学家推论这种悄悄话模式 应该是为了避免孩子被坏人盯上 在告别青春期 长成一头不好老的大鲸鱼前 皮薄线度的右鲸可是虎鲸和鲨鱼垂弦三尺的目标 所以跟小鲸鱼讲话时一定要记得 不要那么大声 别让其他劣势者知道 换句话说 如果鲸鱼妈妈讲话很大声 是会威胁到孩子生命安全的 这个教训其实很值得我们各位人类铭记在心了 当你妈大声说话时 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生命安全 好了 谢谢您的看我的视频 喜欢的关注下 拜拜了